第九题小天使挑战用锤子敲击玩偶下方的积木 请问当小天使快速敲击最下层那块积木的瞬间 何者最有可能保持惯性 这也是课本安排的活动 我们当敲击最下面那块积木 最下面那块积木受力而飞走 而上方因为没有受到其他外力作用 所以呢就保持惯性静者横静 所以就会掉下来 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何者最有可能保持惯性 我们答案选的是诸 除了最下层那块积木外的其他积木